大家好,大家应该都知道托姆尔终于来到加拿大了 我不少朋友都在网上买了很多东西 我也跟风买了一些小商品 主要有一些厨房用品,另外还有一些花园用品 今天先给大家开箱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 也会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试用给大家一些我的试用感受 另外所有我买的商品信息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我也会把所有的折扣码的信息以及我买的商品的价格和连接都放在里面 用我的折扣码还可以享受额外30%的折扣 我们先来看看我买的小小泡面碗 我很喜欢吃泡面,这个碗做成锅的样子 它的大小刚刚好放进一片圆的泡面 因为锅体设计是三层的,里面有一层不锈钢 中间抽真空,外部是一层比较厚的塑料 所以有保温的效果 这个小碗一到手,我迫不及待的就烧了一壶水 开始给自己泡一碗泡面吃 泡了以后我试了一下,边上有一点热 底部比较厚,所以不感觉到烫,可以直接放在桌子上 刚好手头有一点事情把这个泡面给忘了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还是很温暖的手感 刚刚好验证了它可以保温的特点 再来看看我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煎锅 大家都还记得之前我有一个视频是做后煎蛋的吗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买这个小煎锅 如果用这种方形的小小的煎锅做起来就特别的容易 这个小锅还有一个特点,可以当做一个盘子来上桌 装饰作用很强,看着非常有食欲 图片上是这个小煎锅的尺寸,不大,而且价格也很合适 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酒瓶盖子 有时候我们打开一瓶酒,一时间喝不完 如果是木塞子的话,通常要盖回去就会有一点困难 这个软盖子就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看它设计的非常好 中间有一些类似于像倒刺的东西 你要盖上去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要打开的话还是会费一点劲的 这样就很好的阻隔了空气和瓶子里的酒 避免它们氧化,可以保存比较好的味道 这个我个人是强烈推荐的 很多喜欢做烘焙的朋友家里都有一个小秤 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像勺子一样的秤 这个勺子的里面还有刻度,多少毫升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秤的东西非常的轻 只要一点点,比如用抹茶粉 这样的时候大的秤就不是很方便 而且我们如果用大的秤,上头还要放一个容器 直接用这个像勺子一样的秤就方便很多 当然你记住在秤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平了 不然出来的数据可能不太准 这个是用电池的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我不太知道 因为我也是刚买来,觉得非常的好用 当然这个电池用多久也和你是不是经常用有关系 这个网状的锅盖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锅里炸东西的时候特别好用 一个可以防止它油花四溅 另外它表面透气,不会有水蒸气滴到油锅里也安全很多 我给大家强力推荐这个切菠萝神器 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的把手是两部分,这里有详细的说明怎么把它们安装在一起 还是挺安全的 当然如果菠萝太大或者太小是不行的 在3-5磅之间就最好 菠萝太大了皮会切掉很多 太小了可能皮会去的不干净 切的时候如果你力气够大,个子够高 我觉得从上往下这样来切会更好一些 我因为力气不够大,个子也不够高 就把菠萝放平了来切,一样的非常好用 这样放平了切就是可能用力不均匀 有时候会造成一边多切一点,一边少一点 不过练习几次就很熟练了 这个真的是要强烈推荐 如果你喜欢一圈一圈的吃,当然也好 我就把它们从中间切开来,这样比较容易摆盘 你看看它这个皮,本来我想把切下来那个空壳照给大家看 可是里头没有光线,太暗了照不清楚 看看皮吧,菠萝芯就在这里头 清理的时候用根筷子一通就可以了 通常情况下这个玻璃芯是不吃的 吃的时候容易破舌头 我个人觉得这个底边还是很锋利的 不论是清理或者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款设计非常有特色的肥皂盒子 经常我们在使用肥皂盒的时候 因为盒子会积水,所以肥皂会变得软塌塌的 使用起来很不舒服,而且也消耗的很快 这一款肥皂盒的设计就非常的有特色 你可以用小吸盘把它固定在墙上 洗完手以后的肥皂如果带水,它会留在水池里头 既保证了肥皂的干燥,也保证了洗手池旁边的干净 设计非常的巧妙 现在来看看我给自己买了些什么小玩意儿 这个是打高尔夫球用来架球用的T 它这里下有一个隔断,特别的好用 其实如果你高尔夫打的很熟练 不要底下这个小隔断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对新手来说比较容易控制高度 不会扎的太深,也不会扎的太浅 扎完以后看一下,它这个隔断刚刚好卡在地面 再看看我还给自己买了什么 买了一个戴面罩的帽子 去年高校高尔夫球赛的时候 我看到一位女生就戴了这么一个帽子 当时特别稀奇,最主要的是有这个面罩 因为打高尔夫夏天非常非常的晒 我就豁出去给大家来一个真人秀吧 你看看戴上以后是这样的 我试了一下,这个面罩非常的通风透气 出乎意料的,完全没有感到呼吸有什么不顺畅 现在来看看我在花园里买了些什么 这个是花园浇花用的水管 我这个是50英尺的,价格很合适 当然还有100英尺的,甚至于更长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看看我这样把它拉开 外头有一层包裹的纤维 这个起到保护的作用 因为花园里的水管浇水的时候拖来拖去 非常容易擦伤断裂 而且由于它的保护作用 太阳没有那么样的直射 也会老化的慢一点 这个是关于水管的一些数据 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另外我还买了不少这个西红柿的小夹子 这100个才3块多,可以足够的够用一年了 它的性能非常的好 冲着这个便宜的价格 一年用过以后,第二年不能用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买一包就是了 你看,这样非常轻易的 用手轻轻一捏,它就扣上了 它原本是用来夹西红柿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红柿在成长过程中 随着它的长大 有一些枝条是需要扣紧一些的 但是我把它用来扣玫瑰花也是很好用的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我有一颗爬藤的龙砂宝石 去年秋天应该整理一下它的枝条 但是因为冬天比较温暖 叶子一直很多,非常的难整理 我就想留到今年春天再说 你看现在就变成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了 我们把它放在铁丝网上 然后用这个小夹子把它往这个网上一扣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很简单 轻轻的压一下就扣紧了 这样枝条就固定住了,非常的方便好用 再来看一个 用手轻轻压一下就锁住了 我发现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塑料夹子比较薄 不太容易伤到它的花茎 也不容易伤到它发出来的花芽 最后整理好了是这样满满的一面墙 就期待着它们今年能开出一整墙的花 非常的期待 最后来看看我买了一个什么好东西 这个是种植袋 这个可以种土豆,种胡萝卜 以及种其他的任何东西 很多朋友说家里没有大桶种菜 那你就可以买这个植物袋来种 其实我原来期待是这样绿色的 可惜卖完了 你看看它前头有一个口袋可以这样打开 打开了就可以看到里头有什么东西 据说土豆成熟了可以从这里挖出来 它有5加仑的,7加仑的,还有10加仑的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用过 但是我朋友用过他们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今年也赶风潮 买两个回家试一试 这个种植袋两边都有把手的 非常的结实 装满了土以后也容易搬来搬去 过几天就去超市买两个发芽的土豆 回来把它们种进去 希望也能收获这么满满的一筐土豆 总体来说,Tamon落地加拿大 对我们是一个好消息 很多家居的小东西在上头都很容易找到 买起来也很方便 夏天要到了很多花园的小东西 价格也很便宜,也都能找到合适的 好了,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